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谢东秀同修与我们分享 患有晚期乳癌 被医生判定仅有半年生命的谢同修 诚心念经许愿放生 仅仅三个月时间肿瘤神奇消失 创造奇迹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魔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佛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菩萨摩佛萨 感恩大德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 和来自各地的佛友们 大家好 我相信我这一生是来受报还债的 我的佛缘很深 但业障也很重 三十多年前 因为难产 血崩在手术台上 曾经心跳停止 在生命垂危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把我从死神的手中带回来 时隔三十年 我的生命再次受到威胁 我的肿瘤像葡萄柚那么大 是慈悲的观世音菩萨救了我 是慈悲的恩师救了我 五十年来 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孩子快回家吧 但是茫茫天涯路 何处是儿家 终于 在一个很偶然的音乐下 看见师父的网站 我一眼就认出来 您 就是我踏遍千山 万水苦苦追寻的师父 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让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佛国里的法门 从修学心理法门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许愿全数终身清修 每天的功课不曾间断 小房子维持八到十张 到现在已经念诵一万四千张小房子 礼佛大忏悔文 两万步 看着一批批的同修拜师 各个庄严乏喜 我反观自己 业障深重 怎么有资格 决定好好来进化自己 终于在2017年2月份 要去新加坡拜师 满心欢喜 期待着新加坡法会的到来 与此同时 医院传来了二号 报告显示我得了乳癌 三到四起 顿时天旋地转 说不怕死是骗人的 但令人更害怕的是 我将何去何从 当医生告诉我 肿瘤太大 太靠近心脏 无法开刀 生命只剩下六个月 要我回家好好安排 当我 我当下只有一个念头 终于轮到我下车了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生病了 我只是默默把 把所有一切安排好 也交代好 希望可以有尊严的 走到最后 我的肿瘤 像葡萄柚这么大 硬到推不动 皮肤都发紫发黑 整个发烫 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球般 时不时 还会像一大把针 扎着我的心脏 刺痛难忍 我忍着剧痛 咬牙坚持念经 我哪里都不去 念累了 就跪在佛台前忏悔 哭累了 就倒在地上睡一下 不知成昏 我的体重 一天一公斤 有时候两天三公斤 都往下掉 我觉得我好像快撑不住了 于是在一个假日的午后 我把小女儿叫到身边 我们对坐着 我告诉她 如果有一天 遇到紧急状况 妈妈需要弃切 急救时 请告诉姐姐 妈妈交代不弃切 不急救 让妈妈好好的 安静的 有尊严的离开 不要通知任何人来干扰妈妈往生 你们不许哭 安安静静帮我助念 说完 我的眼泪根本听不下来 小女儿走过来 主动抱着我很笃定地说 妈妈 别担心 我们有心灵法门 我们有观世音菩萨 我们还有师父 你不是说小房子可以救命吗 原来信奉天主的他 也听白话佛法 第二天 我礼佛时 耳边好像师父的声音说 师父允许你们哭 哭完了 你们给我好好的活着 哭完了 给我勇敢一点 相信观世音菩萨 在人间什么都能帮我们解决 我立刻起来洗把脸 继续念经 当我把一切交给菩萨安排后 不再打妄想 专心地念经 就这样三个月的时间 肿瘤 应是被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感动得一直缩小到摸不到 那天去医院看报告时 超音波的检验师和我的组织医师 看着报告问我 你有吃什么药吗 我说没有 我只是一直忏悔 一直念经 我的医师 全家是虔诚的佛教徒 他用不可思议的眼睛 看着我说 恭喜你 你的癌细胞不见了 我感动得全身发抖 他再三确认后 非常赞叹地送我出来 并说 恭喜你 好好修行 阿弥陀佛 我激动地跪下来 我激动地想跪下来感谢天 但是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边 我没有勇气 回家的路上 我以为我很勇敢 在捷引拥挤的车厢里 眼泪不听使唤的自动狂泻 而我眼前的所有人 都非常贴心地不理我 好感恩他们大家 这次生死关头 我仰仗菩萨和恩师的慈悲加持 让我没有受开刀与化疗的痛苦 更没有花一毛钱 就靠着对菩萨坚定的信心 坚持许愿 念经 放生 在这里 我要感谢10月6号 在师父玄义问答节目里 为我念诵回馈分享的师兄 更要感恩 无私大爱的恩师 慈悲做大狮子吼 逆家持弟子 过去一直不谅解 一直不解 我无怨无悔 照顾家中老小 不让身边的家人 朋友 员工吃亏 总在能力范围内满足大家 为什么他们总是不了解我 总是不知足地排斥我 10月6日那天 师父的当头棒喝敲醒了我 师父说我非常自私 我反省 重新反省 我跪在菩萨面前忏悔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终于知道 奉献是我今生的功课 过去我如何的付出 都只是表面上 我并没有把心舍出去 感恩师父 您不仅救度我们的生命 还照顾我们的慧命 我愿用我的实证 告诉许多 还不相信的人 真的有菩萨 相信因果 赶快念经还在 无在一身亲 您的人生就会欢喜自在 圆满吉祥 感恩 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 在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家原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